圣经装载着上帝的话语 上帝把圣经赐给人 是为了让人得生命 浏览圣经会发现 里面几乎都是关于罪的内容 明明是把生命赐给人的书 但为什么总提到罪呢 这是因为人类都是罪人 人到底犯了多少罪 怎么全部都是罪人呢 圣经中最终出现罪是什么时候呢 是从人类的出现开始 第一个属灵的人亚当犯了罪 还没等这一代过去 就发生了亚当的大儿子杀死弟弟的可怕事件 人变满全地的同时 罪也充满了世上 最终上帝用洪水除灭了人类 后来人类改变了吗 洪水之后 上帝拣选了一个民族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虽然是上帝在全人类中拣选的族类 但仍旧不停地犯罪 这次 上帝并没有把他们除灭 反而为他们预备了得生的机会 也就是应许给他们救助 并且为了让他们把这应许铭记在心 而不断地给他们盼望 得到了救恩的盼望之后 人有所改变吗 并没有 上帝如约拆来了救助 但以色列却拒绝了他 按常理说 被杀死的人不可能是弥赛亚 但上帝早已通过圣经预言过 基督会受苦难并受死 只是因为以色列人藐视预言 所以才排斥了弥赛亚 通过圣经可以看到 人类一直在无休止地犯罪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 人是罪人 同时也可以看到 上帝不断地在给这样的人类提供盼望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虽然人都因着罪 而摆脱不了灭亡 但上帝想要把生命赐给人 耶稣尽管被自己的百姓排斥 但他作为救助来到地上 成就了上帝的预言 不过 预言并不是到此结束了 耶稣说 我必再来 在那时 他不再是作为救助 而是作为审判者来 耶稣再来的那日 对藐视预言的人来说 会是可怕的刑罚之日 对尊重和迎接预言的人来说 会成为领受冠冕的喜乐之日 我们之所以在逼迫和艰难中 也不抛下信仰 是因为相信耶稣必会按照他的预言再来 让我们成为在那日迎接主的人吧 在那日到来之前 让我们恳切地领受 并顺从主的预言吧 2020年4月19日 圣乐教会主日礼拜 圣经的使命 在自金圣贤牧师的讲道 制作 圣乐教会 圣乐宣教中心 圣乐教会